所以晚間高雄蠻不平靜的爆發兩起的走後衝突事件 我們先看到在師範大學附近有兩名的男子 他們在街上大打出手 員警貨報到了現場 其中有一名還找各種的藉口試圖要開溜 一下說走後嗓吐 現在還反問員警說朋友打架怎麼了嗎 好 另外還有一起衝突 這是發生在高雄市的行星區 一名客人走後跟老闆起了口罩 在店裡面打了起來 另外還有一名客人原本是上前炫炸的 但最後也加入鬥牛行列 園警貨報將三個人通通帶回警局 朋友好說歹說局員男子還是持續失控 不過好幾名園警都已經抵達現場 甚至跟朋友鬧不夠 園警要帶他去警局 這時才想大聲劃掃 男子眼看變不過去 又想找藉口就是不坐上警車 實在是什麼理由都有 二十五號凌晨兩點左右 高雄市十分大學附近 兩名男子酒後騎了口角 在大馬路打了起來 半夜驚動附近居民 園警貨報到場 男子還不乖乖配合 找各種藉口使徒開溜 將近十名的園警現場 站著等他好說歹說 他才終於上了警車 而高雄酒後爆發衝突的 還有這一機 男子頭套上一層紗布 因為他剛剛與人發生衝突 頭部掛菜 二十五號凌晨將近三點 高雄市新興區 一間卡拉OK店也發生衝突 一名客人酒後與老闆起了口角 最後就在店內大大出手 另一名客人上前勸架 最後一加入鬥歐的行列 遠景貨報到場 也將涉入了的三人 全部帶回警局偵辦 假日喝酒放鬆 本來是件開心的事 卻鬧得無言瘴氣 不只假日泡湯 還點面對情緒訴訟 實在是得不償失 記者蕭文彥 高雄長報到